第26届全国青少年地球锦标赛即将展开 来自全国的年轻选手将在此展现技巧与热情 10月19、20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青春的教样 最后的排名赛 国中男子组现行登场 那我们先看到蓝色球衣这一位 就是彭少宏 他是上一届国中组的冠军 彭少宏推了一个反手直线 好那在第一局来到GAMEBOARD 这一次就放得非常的理想 8比1 再放一个小球 这场是赛末点 这一球直接推了一个直线 是 廖东春反应不及 看到这场比赛最终由彭少宏3比0 击败了廖东春 接着登场是高中男子组的比赛 然后看我们红色衣服就是号称的大魔王 他是去年这一组比赛的冠军 彭少宏这个点很好 刚好入外墙角的部分 他的球就是高高的慢慢的落下来 让你不好处 但是这一球 红队直接一个VALUE就下去了 红队有连拿两分回来 直接压 还有 哇 倒地赶快还原吗 哇 在第二局现在来到了局点 是 哇 这个小球啊 顺手一波 对 放得非常的潇洒啊 李游安想保留体力 打争取后面的第三名 也有可能 刚看到红队刚刚劈腿啊 是 他立刻就爬起来了 就准备应战下一球 这是他的强项 10米1啊 遥遥领先的是红队啊 是 尤安打了一个BOSE 哇 轻轻一放 对 结束了这场比赛 所以红队第三局 同样以11比3收下 国中女子组一场重要的比赛 也就是前四强的比赛 比较深色球衣的 这位就是李又林 他就是去年 好 国中女子组的冠军 放小圈 如果力量不够就要靠角度 没有力量没有角度 那球是不会进的 但这一球很好 局点 第一个局点就拿下来了 对 比分是11比5 哦 现在 所以他拉回两个局点 再拉一个直线 BOSE BOSE 好 那双方比分紧张了哦 对 因为刚才又林那个BOSE 球没有上墙 那 掌握这个机会 反手拉一个快速直线 没错 哦 那在 11比9 退无可退的 威宇啊在第三局 现在是两分领先的右领 是 而且这个位置又放得很好 右领上前不急 现在 9比6了 再回一个直线 再放个小球 哦 这球很精彩 拉力很好 好 还有 所以潘威宇是很认真的 发压 对 他是绝不放弃的 拼到最后一分 是 很精彩的比赛 所以在第四局最终还是又林技高一球啊 是 顺利的收下 这场比赛晋级的 就是要和 李佑林 来争夺冠军 这球也拉了很支很深 互拉直线之后 直接吴宇佳做了一个结局 拿下第二分 应该是要稳扎稳打 可是他现在就是 一直没有办法拿下这一分 好 发力 再接回来 这位置很好 至少挤压到对手 可是吴宇佳就是不放弃 每一球都给你拉回来 每一球再给你拉回来 麻烦了 哇 这球没劲了 好 这球都给你拉回来 我给你拉回来 好 这球都给你拉回来 就突然回了一个斜线 这一球就累 也是来重发 这球很漂亮 尤余佳反手直接一个Mari Joe就下去了 还有三个局点 还有吗 对 最后尤佳 直接的发力打一个斜线 斜线 再一个 反手直线 直线 哇 这一拍打得非常精彩 7比10 直线 斜线 哇 这边要发力了 来得及吗 还有 再一个 小球 哇 不断的调动之下 再一个 哇 这一球没办法了 哇 非常精彩一点 最后吴宇佳还是以11比7收下的关键第五局 男子高中组的三四名之争 放个小球 这个小球奏功了 看伟仁怎么守住 再放一点 这球很漂亮 回击 BOSS 斜线 斜级 放了一个小球 扫下去 再一个BOSS 扫一个直线 小球 哇 这个小球打得非常好 好 又低又贴 直接解击 好 直接得分了 他这连续改变他的发球 就是要打乱对手的节奏 是 开始诱发高的 对 然后接下来就看是 是 局点还是赛点啊 是 这个动作也很值得我们 呃 球友们学习 就是打乱对手的节奏 忽快忽慢 忽高忽远 哦 非常漂亮一球 很敢拼 哦 是 他打了一个斜线 BOSS 好 来到前场的加压 还有 是 再走直线 斜线 好 短球 再来一个短球 连死都要咬住啊 嗯 切个短的 再来 再一个BOSS 第三局啊 游玩还是后来居上 12比10击败了 违恩同时也获得今年 在高南组的第三名 国南组 好 冠军战 那今天上红打得非常稳 只要 球要到中间来 他一波 就是你致命的位置 嗯哼 哦 又是DOWN 哇 结果 左前一个 再右后一个 好 完全 11比5啊 再下一层 就是切一个短球 就拿下分数 而且邵宏 这一场球打得非常稳定 几乎都没有失误 好 什么球他都到得了 对 好 再接 好 再接 但这球被佑晨试破了 所以佑晨先上去处理了 好 这球很好 好 这几球完全被邵宏控制住了 到了一个赛末点 好 第二冠军点 好 直接结局再放短 哇 是 这一次的球路配置是一技呵成啊 恭喜邵宏在去年拿下冠军 今年 同样在全国级标赛拿下冠军 未免成功 这场比赛就是 高中男子组的冠亚军之战 其实邵宏对洪瑞的球很熟悉啊 他那一球红队做假动作也是白做的 因为邵宏已经在他的 不为他一片啊 对啊 他已经在他右手边 稳稳的等这一球 他就知道你要打这里了 喔 那现在出现了Game Ball 是 一个局点 不住对方啪啪上来 对 是邵宏的Game Ball 对 这个局点要把他把握住 哇 接球到 你如果没上来他就会放短球 但他发现你有往这边移动的动静 喔 这个胯架几球 开始秀一下了 是 哇 真的魔王变身之后 哇 等级不同了 是 那他现在什么球 他都给你 给你做一个很友善 有效的处理 哈哈哈哈 哎 当了 完全没辙 来到局店 对 拿了一个 好 摆到 还有 但是 黄瑞 他的反应很快 对 所以这球邵千可惜了 10比3 来到赛末点 是冠军点 是 哇 这球最后是down 所以这第4局 最终还是由红瑞 再度成为了全国青少年在高男组的冠军 国女组的冠军决赛 好 还来得及吗 可以 再放短 小球 再上去 哇 他这榴莲很聪明 上去直接抓到那是shocker 踏到后场 再放个小球 哇 对 他反了反超 五个局点 五个啊 吴宇嘉的发球也有进步 那球发得又深又远 是不好处理的 而且他回击也打得深远 对 真的完全把又远 压在了底线啊 是 无法回击 又追进了一分 斜线 好球 哇 拍拍手啊 直接打在那个NIC的位置 那这局一定要掌握住 对 只有一个机会 看上去 一直往后攻啊 不给他机会 要把对手压在后场 哇 但是这一个分拍失手了 对 已经来到了冠军点了 十比四啊 而且有六个 六个啊 哇 第一个就成立了 是 收下李佑林了 很可惜 没有办法完成衛冕 但恭喜沐宇嘉 从去年的第五名 一口气成为 今年在全国赛的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